听你一爱日本的其他事是这么不少 217号日本警方逮捕了74岁的男子 涉骨博人和他43岁的妻子千秋 理由是这两口的涉情骚扰理性未随 结果警方叫啥的时候打开他家门就惊了 家里边还住着8个女子 涉骨博人的职业算命的 去年12月的时候有个女子去找他算命 老头就告诉他 小姑娘硬堂发黑都出事 为外星人帮你带走 过你的皮肉吃了你 只要你和我一起过 我先帮你去鞋你就安全了 不光让老头在这叨叨 他媳妇千秋也大话 说自己差点被外星人带走 嫁给这位大师之后才性免遇难 但凡正常人都知道这话有多扯 所以那个算命的女的赶紧出门报警 警方过来调查一开门好家伙 吓傻了都 在家里边除了这两口子 竟然还有8个女人 这些女人都是涉骨同样方法同样话术 骗过来的 她们年纪都在40岁到70岁之间 就一块同吃同住 还共同抚养了三个孩子 这个场景可以说是相当魔化了 瘦骨被逮捕的时候 这个照片呢 她在网上小火了一把 网友就很疑惑 就这模样 咋能骗到一大帮女性死心大地 跟她一块生活呢 其实在1999年之前 瘦骨也是工作 结婚生子过得挺平常的 但是在1999年那一年 和她生活了25年的发迹 突然跟她离婚了 因为她有妻子 迷上了一个奇怪的宗教 这次离婚呢 给瘦骨打击不小 竟然也让她意识到 人性学学很容易控制人 于是就经历了情感危机的中年男人 在离婚的第二年 居然站起来了 突然宣布改行算命 为此呢她研究了不少 比如催眠术 精神控制 杀人术 还有探索外星人的书 说干就干 为了哄骗人 她竟然打出了酸病大师的照片 倒入打网告 说自己算得特别准 其实吧 一种虾猫放上死耗子 石头里边能划了出来两个人 表现给她碰准了 她的名声也就慢慢地传开了 今天呢 就越来越多年轻女性去找她 甚至还有老外 除此之外呢 她还发布招聘信息 找了算命大师助手 增加这个上钩率 有了正名度之后呢 社会就通过广撒网 慢慢找出了一些好骗的女性 其实她洗脑话说特别简单 有时候说她们被鬼附身了 只有跟我再一起过 才能驱邪 有时候又说 我是自卫队的军官 有好多间谍监视着我 如果你们离开这个屋子 都会被杀死 反正还真有女性 信了这些话就留下来了 最多的时候 这个老东西 居然同时用11名女性同住 有时候邻居们都能看到这个景象 一个出头屋里面 好几个年轻旺盛的女性 一会儿出门散步 视频开头咱唠唠 那个报警的那个女的 是被熟人介绍过去的 没想到一到那儿 就出现社谷那通鬼话 这是她看了六小时的UFO录像 还好她留了个心眼 说回去考虑考虑 然后就报了警 不过最让我们疑惑的是呢 这竟然不是社谷第一次被调查 2006年的时候 社谷就是洗脑 因为女性不成功 让人给报了警 最后被判了一年半 缓刑四年 说白了就是没跟监狱 但是呢 警方就得把跟她同住的 这11名女性送回家吧 最震惊的来了 这11个人里边 只有两名彻底的离开了 剩下9个都表示要对社谷 不离不弃 那有了第一次被查的经历 社谷和这9个女的 外加三个孩子 就生活的特别低调了 邻居们说 这帮人每天凌晨4年前 做法事 然后呢 一部分女性出去上班 一部分在家里边做家务 至于社谷年纪大了 就靠这帮人养活 上班的呢 每个月给她上供 8万日元 在家做家务的呢 有的负责打倒卫生 有的负责照顾孩子 就他们这家人啊 邻居们也是门儿兴 咋回事 但是呢 看人家平时生活特别和谐 还经常在家村里边 组织的捡垃圾活动 再加上这帮人 也是女情我愿地住一块了 所以没打扰到任何人 就没管过他们的事 人就是说 现在看 好像这些女性 是自愿跟她生活到一块的 但是可别忘了 故事一开始 她们都是受到了恐吓 或者欺骗 是涉骨利用了 他们的脆弱和恐惧 满足自己的私欲 之前还有老两口 在在家门口 等了好几个月 等自己被骗的女儿 女儿都没有跟他们回家 就离谱 现在呢 涉骨虽然被捕了 但是大概 我感觉她也不会受到 太重的惩罚 谁知道 等她下次再被释放 又会有多少人被骗呢